现在还是正式开始啊 我们还是要go over 一下上节课的内容 我们上节课主要是讲的 Expacinism 是不是啊 所以我们第一个问题是 Who are the famous composer in the 20th century Expacinism music 可以听懂吗 谁知道什么意思呢 表现主义 对 就是表现主义都是who 都有谁 是不是啊 who 逊伯格 对 是范宽回答的 对 逊伯格 很好 还有他的两个徒弟是谁啊 两个学生 想一想 贝尔格和威文 能回答出逊伯格很好 因为我们主要讲的 对 威文和贝尔格 对 好 我们再讲第二个问题啊 回答很好 What 我们是What 开头的啊 What are the composing styles of these three composers cored in Vienna 你能听懂什么意思吗 维也纳是吧 他的这种style composing style 叫什么 我知道你在后台 但是你要listen to me focus 好的好的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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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知道 classical music 有我演那三节 是不是啊 我们叫什么 first of Vienna style 或是school 第二我演的 对 谁回答的 哦 非常好 你可以open你的camera吗 你们 下一次有时候回答的 回答的 我要回放听了啊 我觉得都还是蛮关键的 非常认真在听 是第二维也纳 乐派 就是第二维也纳 或者新维也纳 乐派 这个能记住吗 OK 好 我们第三个问题 我的composition technics do these three composers create 知道create吗 就是创立啊 就是还是说的 three composers composer 他的composition technic technic知道啦 composition就是 这作曲技法呀 他创立了什么 十二阴阴气吧 对 对 对很好 十二阴气法 我们当时就是讲了 就是他有 there are three periods 就三个时期呀 fourth period 是什么 我们讲过就是 我们专门听了 他的升华之夜 是不是啊 first period 是什么 是什么时期 晚期浪漫主义 好 晚期浪漫主义 Late romantic romanticness tonality tonality 知道吧 就是调性音乐 第一时期的 就是我们上次听了 升华之夜 他的调性 那second period 是吗 second是吗 自由 自由调性 无调性 黄亮回答非常好 自由 无调性 free itonality 自由无调性 非常好 那谁还知道 third period 谁还知道呀 刚才其实李世纪已经回答出来了 第三个时期是什么 第三个时期是什么 计法 十二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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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法 对 刚才谁说十二银 非常好 黄亮听特非常认真 提出表扬 周海奇也是 关键的问题都是他回答的 非常好 李世纪也不错 其他同学都还不错 好 最后一个问题 what are the forms of the 12-chong technique technique 谁知道呢 什么倒影啊 还有逆行啊 什么的 这是谁 范宽 对了 谁能把它回拿出来 有几种 倒影逆行 倒影逆行 圆行 倒影的逆行 对 还有倒影逆行 倒影逆行 还有逆行倒影 圆行谁说的 非常好 这是圆行 四个 四个对 第一个是圆行 第二个是什么 圆行完了 我觉得是上次周海 逆行 第二个是逆行 逆行 retagate 第二个是逆行 第三个呢 第三个是倒影 对了 倒影 第四个呢 逆行倒影 倒影 逆行 involent retagate 非常好 好 我觉得就是目前为止呢 之前的课你们听得都非常好 因为二十世纪音乐很难懂 我在背课的时候其实都挺难背的 因为就是 很多作曲家的确是大家不是经常接触到的 而且包括它的音乐 风格 技法 但是你们回答得非常好 其实通过大家这样的review啊 go over 是内容 其他同学也会加深理解 好 我们现在第四节课就重点 还是进入 进入这个transit center的这个内容 expression 表现主义 上次我们讲了薰伯格 我们就是大概略一下薰伯格 薰伯格他就是最早的开创这个十二音五调性 是吧 他三个时期刚才说过了 就是这样 tonality 然后是 12 tone technic 三个时期 就是说是有调性时期 然后无调性时期 还有十二音时期 他的 下面稍微介绍一下他的两个非常有名的徒弟 刚才说过 其中一个是谁啊 是 贝尔格 是吧 贝尔格呢 他也是出生在奥地利 伯耶纳 他是1885年到1935年 他出生的年代其实基本上跟我们接近了 所以 就要现代音乐嘛 我们都是20世纪以后的是吧 或者19几几年出生 所以他那个 他是50岁啊 他和薰伯格维伯恩 三个人就是其名叫第二维伯约约派 OK 贝尔格他的 音乐呢 他是集于马勒 就是后浪漫主义时期 和薰伯格的无调性手法 和后来的十二音之大成 虽然他一再强调自己 就是传统的音乐的捍卫者 但是呢 无可置疑的他20世音乐家 也是他也属于革新者 但是 贝尔格很不幸的是就是 他的去世为什么这么早 不是自然老的啊 他是因为就是 被虫给咬了 导致了一些 一些败就是血液的症 血液病去世 所以是很不幸啊 然后呢 他的啊 他这50岁这一生啊 他创作的作品不是很多 但是但是在这为数不多作品中 可以显示他的非常智慧过人 就是技术精湛啊 想象力非常丰富 甚至胜过于老师 他是薰伯格里面的最富有浪漫色彩的弟子 也非常才华横溢 他主要用的就是采用的复杂的半音表现 还有无调性 然后就是改造传统的音乐形式 就是改变了他传统的音乐这种调式结构 贝尔格他是 就是他熟练的用了自己的老师 熊伯格的十二音创作 构成无调音的这种方法 这个贝尔格的这个 他为什么是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弟子呢 因为他既就是没有失去古典 而且又获得了现代主义的称号 所以呢 不听不多 但是呢 他还是比较广为流传的啊 其实不像熊伯格呢 他是真的是开创十二音的 他虽然就是说是 没有像古典音乐那么 古典音乐家那么受欢迎 但是他的确是非常有影响力的 现代作曲家之一 第二个就先讲那么多 介绍一下 这是他第二个非常有名的弟子 叫什么 Vibon 是吧 Vibon呢 他也是奥地利作曲家 他们三个都是啊 也是 他们三个也是 就是第二位野纳粮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他呢 是1883年出生 1945年去世 最后是61岁 他呢 是失存 就是 熊伯格 他也是从事 定居在维也纳 从事指挥和教学 由于纳粹占领了 奥地利期间呢 他应受到迫害 所以希特勒 就是禁止地演出 第二位野纳乐派的音乐 不得不过隐居的生活 那个Vibon他也很 很不幸 就是说是 他是在 在1945年的时候 前往 塞尔斯堡 去看望自己的女儿和女婿 在 宵禁灯火 管制的这个户外 吸烟 被一个美国士兵给误杀了 所以 这个 伟大的作学家 是这样趋势的非常不幸 我们在 曾经我们在博士课的时候 我们讲音乐师的老师 我们以前的音乐师老师 应该是韩忠诺老师吧 成宏多老师 对 贾大学老师 他们都讲 也会讲到这个 Vibon伟大的这个 现代语作学家的这个 趋势很 很不幸 就是 出来吸烟 正好在这个禁烟的这个户外 管制的 很严的地方吸烟 被美国士兵给误杀了 当然这个美国士兵啊 知道是误杀之后 后来因为懊悔而酗酒 于1955年也身亡了 所以这Vibon呢 他们的创作也有三个时期 跟宣伯哥是一样的 就是说是 第一个时期是什么 晚期浪漫主义 就是啊 tonality 就是有调性音乐的 所以他也是受到这 马勒的晚期浪漫主义的影响 主要作品有 就是Opus One Pasachalia Wuch 然后他第二阶段 也是一样的 他创作了自由 无调性音乐 Free Eternality Eternality 就是无调性音乐 Vibon的作品呢 它跟其他作品 其他不一样的啊 它是大量用了无调性 而且作曲的规模 作品的规模也越来越小 在配置上也非常简洁 简洁的不能再简洁 有些等会儿 我会让你们听一下 Vibon的作品 它一首作品 最多也 最少的 它只有一页 大概也就十六小节 或者十几小节 非常简短 而且他用的就是 音机集合器法 也用了就是 一些音色的序列法 就是各个音 在不同的配器上 使用的音色配器法 然后呢 第三阶段 当然就是十二音了 叫啥 Trofton Tonality 就是除了十二音 技法之外 它最主要用的 因为简短了 它用的点描技法 就是截断取音 某一个主要的音 用点描技法 就是每个声部 可能就那么一个音 然后或者是 小提醒或者铜管 就是每个这些声部 就点描的这么几个音 但你纵向的来分析 它还是有它的这个 音机集合的这个 概念里在里面 作曲技法在里面 它的就是序列音乐 后来又启发到了 约翰凯奇 和斯托克劳森 我们到后面 会讲到这个 约翰凯奇 他属于那个 属于偶然音乐了 我们会到时候听一下 它的四分三三秒 很著名的 这两个作曲家呢 我们先介绍了这么多 我们现在看一下 它的 我们现在 就是讲一下 无调性音乐 就是 Atonality 无调性音乐呢 就是从 就是 宣伍格从表现主义 美学思想中 吸取了灵感 它主要是求得 调性的解放 然后呢 就是创新的实践 转向了无调性 它对音乐的进行了 重大的 距离化时代的改革 影响了一大批 作曲家 就 萧斯特卡菲奇 等人 还有无调性 什么是无调性呢 就是现代音乐的 创法手法之一 它产生于20世纪初 就是他们出生的年代 1970年 就是1908年到1920年 就是无调性的 创的时期 由19世纪后期 主要 音乐中呢 变为体系的 极大的发展 调性频繁的变化 就是和弦结构呀 和各种功能的联系 都逐步的消失了 它的无调性的音乐的 主要的特点 就是没有中心音 就是没有中心和弦 不像classic music 它有一个主属下属 这样个主导的这个作用 但是无调性音乐 它是没有中心音的 也没有调性 它的半音阶的各音 均可自由的使用 就是尽量不会采用 就是传统的和声 避免产生就是和声的功能的 这种走向的和声进行 所以它的十二音 可以自由使用 意思就是说 它要区别于十二音了 所以我要给你讲一下 就是它是 十二音和无调性的区别 它的区别就在于 就是说是 无调性音乐 并不是根据某种 特定的音列构成 它可以自由使用 而十二音呢 它是将十二个半音 编成一个 作曲家编成一个序列 就是圆形 进行了创作 这是 所以这是 一种有特定含义的 无调性音乐 所以十二音 也叫无调性音乐 但是它具有特定含义的 它是要做学家 把十二个音 作为自己的一个 完整的一个 原型系列去创作 所以十二音 它是有总共四十八种 因为它是有四种嘛 十二个音 总共有四十八种 所以这非常复杂的这种 就是创作方式 接下来呢 大概无调性 Eternality 大概特点就是这些 我现在给大家可以 讲个例子 就是无调性音乐 它是个 是胸膜格 它是从这个 第二弦乐四重奏 Opus 10的最后一个乐章 第四乐章开始 就是进行了无调性创作 这个作品是从 1907年到08年创作的 接下来就是 无调性音乐是怎么样的 我可以给大家听一下 好 在此之前呢 我们先回顾一下 这个胸膜格的 Tonality的这种 升华之夜的作品 就像让你们听了一下 后来我又试了一下 我现在给大家再分享一下 到你的屏幕了 那就好 现在我现在打开的是YouTube 看到了 看到了 可以 可以看到 好 太好了 好 现在开始 现在这首是 宣估歌的就是 Tonality 就是有调性的音乐 就是生华之夜 它这个呢 是在Lincoln Center 就是美国纽约 New York Lincoln Center Lincoln表演中心 对 像这个地方就是离我们非常近 我们在那边经常演出 因为我们在杯赛嘛 大概开车 40分钟就到Lincoln Center 这是纽约的 曼哈顿的 Lincoln Center 周围的夜景 这是Lincoln Center的 音乐喷泉广场这里 在疫情期间的时候 他们都会在这个广场搭成一个室外的舞台进行表演 这就是Lincoln Center的大多会剧院 没有疫情 是我们是经常去这里面听音乐会 去办音乐会的 所以纽约市 可以说是美国 在音乐方面是非常 著名的 也是非常 领先的这些 音乐的信息 著名的音乐厅也都在这里 他在介绍这个《生华之夜》 在Lincoln Center 演出 进行直播 好 这进入了Lincoln Center的其中的一个 一个音乐厅 这个 这个video 你们能听到声音吗 可以 可以 刚刚听到 之前都没有听到 The 25-year-old Ternberg wrote for Claire de Nock in a three-week burst of inspiration in September of 1899 and the original Sexted version 1899 他就是1899年创作的手作品 After a poem by Richard Damel What that means the unique way in which the music of this piece is related to Damel's poem is what tonight's program is all about the poem for Claire de Nock Transfigured Night 对 他说这个作品呢 它有五个乐章 五个章节 它根据德麥尔尔尔斯 写的五个章节 这样创作的 而他不是根据一首 一句一句一行一行詩寫成音樂 他是根據五段的這種音樂的這種感受去創作 他的每個章節的意境都是跟開頭的這種意境是非常重要的 今天的描寫 就抓住每個章節的意境就是開頭的部分 他兩個人在走 一直在走 有兩個人在寒冷的樹林裡走 这段音乐就是 运行的意境啊 就是主要是描写自然和光的描写 就是这个女子啊 就是一直在安静地跟这个男的走 就是在内心的复杂的准备 怎么样要给她叙述她的这个事情 得到这个自己的爱人的接受 所以这个音乐 比较是小调 因为有所变化 这个呢 我们就先听这些 我们再回到这里 好 行 这就是就是我们 因为今天我要给大家听一下这个无调性 之前要听一下这个有调性的音乐啊 就是刚才上次我讲的薰摩格的一个生花之夜 在1899年写的 就是说一个女子就是为自己爱的人在叙述自己的一个隐私故事 最后男子非常大度的博爱的接受了 然后女子也非常释怀啊 这样一个故事 然后接下来我给大家听一下 再听一下薰摩格的这个 Aternality 就是无调性音乐 他刚才我给你讲的就是 他最有名的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创作无调性的 就是1907年到08年 创作的第一首 玄音四成奏 No.2 Op.10 这首音乐 我可以给大家放一下啊 这首音乐它就是 我们刚才讲的无调性特点 它是没有调号 没有中心音的 所以这个的谱子等会儿你们也会看到它是no key 就是没有调了啊 你先听一下无调性的音乐是什么样的 再给大家分享一下 这首音乐它听它的第四页章 这是第三页章的结尾啊 从第四页章开始听 你看第三页是有调号的 你看六个flat 六个章号 就是G flat G flat K 非常缓慢 好 现在第四页章开始了 你看它的Key 现在这是没有任何调号啊 小音四重奏啊 是没有任何调号的 因何调号的 你听到最后他加了个女高音 好 我们先听到这里啊 看他的乐谱是没有任何第二号的 基本上都是临时深奖机 这个他的无调性音乐 其实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啊 就是说 其实很多你们在座的里面有歌唱家 其实里面也现在唱的 现在作品也蛮多的 不光是唱传统的音乐 是吧 诸书诸书 没有太多就是突破的这种音乐风格 其实很多歌制里面 他们用的无调性手法写的还是很多 他这首音乐其实你们听完之后呢 首先他的特点就是没有key no key 是不是啊 非常very slow 很慢的一个乐章 然后他呢 他的创作的这个构思背景啊 来源于他在1907年到08年 你看他创作是1907到08 正好这个时候这个 薛木格他是处在婚姻危机下 所引发的精神的压力 所以呢 就是往往被认为这个第二玄约四重奏呢 就是背离了调性的其中的一个原因啊 他从浪漫的晚期把 阿格纳时代的半音系列转向了无调性 所以最后一个乐章是没有调号的啊 而且他不寻常的特征 他加了一个加入了一个你高音 就是薛木格后来写到就说 德国诗人乔治的诗歌启发了我 所以他呢就是在这个创作中 希望有所期待 就在呃 呃 让往往就是有一些作品接人不同的风格 啊 所以这是这首作品 然后薛木格呢 他在第二玄约四重奏 可以作为他现代音乐的主要的重要的作品 啊 然后他还写了第四玄约四重奏 是用十二音来写的啊 好我们下面再听一个 我们听了很多薛木格的例子 接下来让你们听一个贝尔格他的两个徒弟的例子啊 接下来我们听的是呃 贝尔格的玄约四重奏 Opust 3 嗯 贝尔格 嗯 就可以看边看他的乐谱边来听 他的动机就是呃呃呃呃呃呃 就是六连音 哦 五连音 按下音符 小朋友 在外面 ok 好我们这个也先听不懂 ok 呃就是贝尔格的作品呢 他主要是采用了就是这个动机 就是哒哒哒哒就是三十二倍音符的 五音动机会六音动机啊 采用动机呢贯穿了这手法 贯穿统一的作品 除此之外他还用了音色力度节奏节拍 等方面的统一 所以无调性音乐他主要是 还是要以一个核心音程来 就是核心动机作为一种发展的手法 啊就是贝尔格的 好我们现在再听一个微本 好你们可以就是大概对这三个 呃现代派作业家三个作品的音响有所了解 刚才那个贝尔格他的作品量不大 但是他的作品的这个可听性还是比较强的 所以他广为就是演奏啊流传还是比较多 也是弦乐四成奏的 我们还是要听他的最后一个乐章 你看这是每本 他的每个乐章都非常短小 第四乐章在六分十八 你看他都是没有调性的 好第四乐章到了 没有no key就是没有调啊 没有调号 这一张很短他只有十三小节啊 在在这个乐谱中 过一页非常短小 他是非常慢的一个作品 他的创作手法 他主要是用的点描音色序列 点描 然后呢用的音机集合的这种方式 这已经是第九小节了啊 总共十三小节马上结束了 这种方式 非常弱的 他三个P啊 相当于就是加了录音 录音器的啊 就这里 这里我们看一下他的这个乐谱的这种 创作手法啊 他用了音机集合的创作 怎么怎么讲呢 他是 就是他刚开头的是两个小节 两个小节的组成 就是要纵向 要纵向看啊 纵向看他的音程的集合 然后两个声部形成一个大七度和小九度的音程关系 然后是第一小节 就是第一小节的啊 第一小提琴 就是上面第一小提琴和第二小提琴 与大提琴 就是最下面这个声部啊 形成三声部 形成一个音程关系 就是集合啊 然后在第二小节中的第一小提琴 以同样的音符 实质 实质来奏出 一个音程关系 就把第一小节的大七度 这是小九度的音程进行了一个逆行 然后在第二小节的后两拍 后两拍用了这个降异 对降异 也构成了一个音机集合 就是你要从纵向去看 横向去看呢 第一小提琴的第一小节和第二小节的正音 正音也构成一个集合 就说他这个创作啊 我先把它退出来啊 OK 因为他这个 所以他 我们说这个 所以我们这个时候 微本呢 他作品是非常就是简约式的啊 非常短小 因为他这个一页章也就这么一页 然后第五个乐章也就这么两页 所以他可以说是用的材料非常精简 配器非常精简 精简到不能再剪啊 这算是他的片子比较长的了 所以他这个五个乐章 其实就用了演奏不到11分钟就结束了 而且有的乐章也就是不足80秒 所以非常简短啊 规模非常小 他这个其实刚才我们讲的 他用的创作呢 基本上是手法是用了音机集合 什么叫音机集合 我不知道有没有听懂 听过啊 就是音机集合的一个创始人 叫阿伦福特 阿伦福特是这个 他创作的就是音机集合的创作手法 他是出生在美国 有些音机集合的这个图片 我可以给你发给你 阿伦福特 我当时呢 在就是2009年的时候 就是上音乐读博士 那时候参加一个全国 全国首纪的一个音乐分析研讨会 那个我们的院长啊 和贾大学导师就把那个阿伦福特 就请来了 请来了之后就是 我创作了很多作品啊 创作很多作品进行分析 我给你发一个 我分析了一个作品的图例 就知道了 就是先让你们以后也写论文 你们研究就是任何一个课题 他要有个使用方法 就像我们就是研究这个20音乐啊 光听不行 光从什么感官呀 主观的这种思想 就是 理解是不行的 你要研究他的这个创作的技法 所以呢 当时我是 呃 用用的这个阿伦福特的这个 尼尼集合来研究这个 陈宜的 陈宜我上次讲过 就是陈宜老师是 呃 旅美就华一 呃 作曲家 是非常有名的女作曲家 在美国 女作曲家里面是非常的 有地位很高啊 呃 当时就是我们的教授 上海音乐权 在2009年对你这招片上都有年 09年就举办了一个 现代音乐的一个音乐分析的一个比赛 就是博士所有的中央音乐权和上海音乐权的两个博士生去比赛 我当时拿了第一名啊 就是说是 看上面都有颁奖的 颁奖的这你看 我有些可能进到上音应该非常了解 旁边这个是贾大群教授 是我的一个导师 然后 这是 这是我的导师啊 旁边这个主持的会议是一个中央音乐学院的这个 叫姚恒璐教授 然后这边的两个教授呢 一个中央音乐学院的李吉提教授 还有一个我们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的这个 田一平教授 他给我们就是 这这边的就是属于中央音乐学院和上海音乐学院的就是博士 论文获奖的颁奖 我是当时获了第一名啊 对呢 我们的当时研究这个现代音乐就是根据阿兰福特的研究的 呃 当然这个 这个比较难懂啊 就是他是一个美国的现代音乐理论家 他是也是耶路大学的音乐学院的一个教授 他创作了叫无料性音乐结构 其实就是音机集合 他1926年出生 2014年去世 有很近的时间才去世了大概有七年啊 所以这都属于我们现在讲的其实都是我们身边接触到的人 就是 在音乐学院就是就是接触到现代音乐的时候都会接触到 像这个 我那段时间也经常去北京呃参加现代音乐节 你们有机会其实也可以去 所以现在就是北京上海就是搞现代音乐的这个作品的研究是非常火热的 就是不要于以前在呃做这个传统音乐啊 你们在国内其实有很大的机会 其实我觉得你们不是有实践课吗 你们有时候也可以自己呃写出来的作品或者研究出来的这个现代音乐可以投稿 很多音乐宣布是搞这个研讨会 你们可以投稿看看他们能收录 收录的话他会邀请你去做研讨会 像我这个在现代音乐节就是参加了这个投稿 他们投中了 被邀请我去参加了研讨会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很好的一个学习机会 这样吧 我觉得咱们时间也到了是吧 关于这个应急集合啊阿伦福特啊 我下次给你们讲 好不好 因为前面咱们耽误了一些时间 反正咱们就梳理一下 刚才就之前讲了 讲了就是那个听了一些呃呃 tonality就是那个有调性的 凶不恶的 是不是啊 然后又跳了一些呃 ittonality就是无调性的 贝尔格微博恩的一些作品 无调性就是无中心音 是不是啊 没有调号没有调调式调性 就是可以与无调性与十二音的区别 大家想一想啊 无调性它是那个什么 可以半个音可以随意使用的 就是啊 用个动机 呃 而且他就采用这种音程的音节结合的这种特点 然后呢 十二音它是要十二个半音 要组成一个有序列的十二个音 按照这个圆形序列进行变形发展 对吧 这样的区别 所以这节课主要的呃内容是这样 下节课我给大家再重点讲一下 这个音节结合的关系 和听一下十二音作品 好不好 好 这个李世纪频频点头 今天我反正看到 反正是是不是很难懂 呃 二十世纪音乐就是这样的啊 技法也很难懂 听也很难懂 对我最初就是接触二十世纪的时候 我也是不是很很容易懂的 那后来经过普面的分析研究 看谱子 啊 那是这样的感觉 其实呃 但是现在中国的呃各大就是音乐学院 其实也开始接触到现在音乐了 有机会大家都去听一下研讨会啊 去接触一下这种呃音响的这种氛围 学术的氛围就了解了 好不好啊 反正大家也是作为一个了解 希望能够记住一点问题 我下节课还要问你 好不好 啊 好 那我们现在就讲到这里 下课了 拜拜 OK 不客气 辛苦了 对 很认真 快期很认真 范宽 陈真旭 黄亮 唐磊 老师再见 都很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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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再见 晚安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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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再见 拜拜 拜拜